今天人有點少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活動 那等一下我會介紹胡錦瑞幫我們重新認識台灣 不過 在整個活動一開始 還是要首先一點感謝在場的志工 幫助這個自由活動的運氣舉行 雖然今天人來的不是沒有想像中的說 不過 當然還是感謝紀錄啊 然後攝影啊 跟後面寫撰稿的app 那另外一個接下來就是哲伍的第一個 在我介紹主持人之前的第一個要件就是大家自我介紹 那幫助主持人稍微聊一下一下下面的主持人是怎麼樣 不過我想今天的介紹我們就讓他簡短 因為他有很多東西想講 所以他的時間可能會有點長 所以 所以我先 由我先來代考什麼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韓哥 那我再來MYU唸博士 就這樣就好了 那從那個最後面孟姿開始好了 大家好 我是孟姿 我是印象律designer 好 帶你給我一點點 大家好 我是綠安 我是跟舞老師一起來之間的 台灣整工大學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怡潔 然後我也是跟古大師一起來紐約晚的 他是我的同事 對 我是那樣的同事 但是一樣是鐵道雜誌的編輯 大家好 我是林祝鵬 然後我現在在當軟體工生 然後我就是葉床 所以可以到你補班 大家好 我是周彥陳旭 我也是當軟體工生 大家好 我是董哥倫 所以我們在網友好座場 這邊正座場 這邊正座場 大家好 我是阿姆 我在這邊見MISCO FEAR 大家好 我是追命 我在紐約市政府衛生局 做雷台的工作 大家好 我是嘉祥 我是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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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是你驗聲會學 就是 大家好 我是蘭倫 在安教廷面 硕士 我是考本 現在還要收 我是Chill 我現在是在做Suffer Engineer OK 那我們現在就讓我來介紹 吳丁維 他是我大學時代的學長 那大長 就是 我以為會緊張他 就是 我大學時代是念 生物化學的科系 那簡單來講 他應該也跟我念同樣的科系 好強 對 沒錯 我實在想講什麼 我沒有錄影中 所以 所以 但是他今天要跟我們講的是 題目是 台灣的Science 鐵道 他也是說 他在 在接受 就是大學念完 念生物化學 念完之後 他接著念 維生物與生物化學研究所 還在維持在他的本業之中 可是 在當兵的過程中 他決定 他 要往他最想做的事情做 那就是他 想要做投入史工作 然後就投入他最喜歡的 鐵道 鐵道這方面的研究 他是 他是前任 那個什麼 鐵道協會 鐵道協會的部會長 他是一直 不知道我忘記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 他是 他一直都是鐵道情報雜誌的總編輯 他也 除了這個之外 他也非常喜歡爬山 所以他也寫了很多關於台灣 尤其是台灣的山 所以他寫了很多跟台灣有關的山 大家可以去看他的作品 我這邊就不太介紹 那留他來 跟我們今天講 今天還要玩三五天 那還有一點 就是其實他在 Boston 也要開一個 折舞的演講 那 Boston講的是 他去年講的題目 所以意思是說 我們紐約領先Boston 可以 路易 路易 我就是領先Boston 一眼 OK OK 那請 我覺得你超緊張的 也還好 他今天吃了牛排 有點錢 我先做一下 我這股題目 然後我在碩士班 做研究室 以反應局面法 研究納豆發酵 納豆機能的最佳條件 今天是重點 那 呃 今天的題目是台灣的山林鐵道 那其實這個 這個題目是我這幾年 歐入非常多時間的一個 其實它是兩個題目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它是 山和鐵道 那 為什麼要嘗試這樣子的題目呢 因為 大家都知道台灣是一個 非常多山的一個 鮑魚的國家 我們之前講這個 就想要假設他是一個國家 好的 呃 所以其實鐵道在台灣 蓋了這麼多 自然都會遇到 跟不同的環境 我講的是應該說地形 它之間怎麼樣去交叉 怎麼樣交錯 所以 我相信大家 大家應該 或許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是美國出生 或許你還是 聽過一個兒歌 叫做 我最壞 那它第三句話叫做 穿過高山 穿過高山 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的火車 就是真的會穿過高山嗎 很遺憾的火車 我覺得實在是很難撿過高山 或者是 它穿過高山的方式 跟我們想的 或許不一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 大概 我不知道今天 可以touch到多少 程度 因為其實今天 combine有兩個主題 一個是山 一個是鐵道 分別都可以花 非常非常多的時間來講 然後因為那個漢哥 他其實對學長也很嚴格 他只規定我只可以講 漢哥八十五分鐘 所以 我們盡量 希望其實 其實主要是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 理想背景 然後或許也快要忘記 台灣人成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 但是 即使是住在台灣的人 也未必 這樣子去想過台灣 所以譬如說 幾年前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電影 叫做 看見台灣 然後 就是齊博英老師的 電影 我相信也有在這邊演 在Flush 我記得 然後 其實我那時候 看完那個電影的感動 當然是我非常喜歡 也非常感動 可是我第一個感想是 這麼多人如此的感動 就是因為 從來都沒有看見台灣過 所以大家常常有這麼的感動 因為我看完 沒有像其他人一樣 這麼的感動 就是 因為 其實 那個影片裡面的風景 絕大多數 我都非常熟悉 甚至我也去過 所以 我只是 只是說 我在這個紀錄片中 得到另外一個視野來去看它 所以我 我因為這樣感動 但很多人是因為一次看到這個東西 而感動 所以我覺得非常驚慨 就是 不會吧 怎麼會這樣 但事實上就是這樣 因為 這是跟教育有關的 所以 大家知道這在台灣嗎 可能會 可能會沒有辦法想到 其實我們台灣的高山 台灣的高山 有名字被命名的有258座 但是 這句話我相信 或許在Facebook的一些轉錄的文章 大家有看過這一次 台灣很厲害很多高山 258座這樣子 可是它那個268座 譬如說玉山就有九個 玉山前峰西峰 祖峰東峰 它都各算一個 所以其實那個山的概念 跟世界各國的人 對每個國家的人 對山的概念 會有不一樣的描述的方式 但是無論如何 其實台灣在這麼小的一個島嶼 有這麼多 超過一萬英尺的高山 是真的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 你可以在八個小時內 從一萬英尺高的地方上學 然後到墾丁去看熱泰山胡椒 這是全世界就是台灣才可以做得到 或許有其他地方 但是這非常的RAR 那這個照片它是在 它名字蠻有名的 它就是能安草原 就是能高安東峻山這個縱軸 中間的草原 那這個山區因為 它比較在很多山區裡面來說 它算是很有名的 因為它比較容易去 所以去的人比較多 所以分享的照片比較多 所以它的知名度比較高 那尤其是它的水路很有名 就是你走一走就會看到水路 其實在 或許大家在美國住久 就看到地獄 就覺得也不是很神奇的事情 不過我扭越是看不到的 因為我平常在那個DC工作的話 有時候下班搭公車也會 搭公車就看到路在旁邊走 很神奇的 那不用說在台灣 其實台灣的平地是 除非去入 但是那不是假的吧 所以你要看到路也覺得非常的稀奇 但是在這個山上 因為它認為了清早已經減少了一段時間 所以這些路都開始不怕了 而且這些路其實很恐怖 大家都知道那個路會舔那個鹽來吃嘛 他們會舔石頭上 攝取那個鹽分 那所以如果你去爬山的時候 每個人都需要上廁所對不對 那你的那個尿液裡面 其實是有很多鹽分的 那這些路他們都知道 所以當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他們就會 就會多於便宜這樣 就是非常驚人 那台灣的高山山區 有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草原 爬山人把它叫做 叫做東郡橫段這個地方 它的 我雖然都講草原那個草 但是它不是real grass 它是建築 就是它是一種竹子 在台灣的高山山有很多建築 就是東郡橫段 也是非常不好爬的一個山區 所以大家不知道那是哪裡也沒有關係 但是只要在一起 我們台灣有很漂亮的風景 就要發現這個螢幕比較亮 也不會沒有關係 那其實呢 如果你要認識台灣的山 你就必須知道台灣有五大山脈 這個五大山脈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就是中央雪山 玉山、愛山跟台灣山脈 可是台灣的這個山脈的區分 其實是蠻細膩的 不會像譬如說一個Rocky Mountain 就超大的 它其實可以 它是好幾個台灣的面積很大小 所以台灣這個山脈 是已經區分得非常非常的細膩 那每一個山脈呢 它都會有一個地質學家去認證 或者說去研究 甚至爭論的奇蹟點 那這個東西我們等一下會再稍微仔細提 那如果說今天如果我們建設鐵路的人 它的這個路線 難以避免的 就是要穿過這個山脈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非常的痛 那像這樣子的故事 當然在美國也是 譬如說 要穿過Rocky Mountain的鐵路 或要穿過Sierra Nevada的鐵路 那這些鐵路起到現在都變成觀光神地 因為它的風景就會特別特別的漂亮 那台灣的鐵路當然也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 我穿過山脈 所以譬如說 右上角這樣照片 它叫做草嶺隧道 它是新北市跟宜蘭縣的交界 那它其實穿過的是雪山山脈的主人線 所以這個隧道在1924年同設的時候 它就等於 好像我們後來講高速公務的雪山隧道一樣 是一個法時代的旅程碑 那右下角這樣照片呢 它的位置在三雕嶺 三雕嶺其實就是一直在新北市 那這個隧道它穿越了另外一個山脈很有名 可是大家會覺得意想不到 就是因為我在這邊把它叫做阿里山山脈 就是大家都知道阿里山是在加一吧 或許大家都知道 那其實阿里山山脈的那個走向 這樣有很多種說法 那有一個最廣義的講法 就是其實它 好我這邊有寫 阿里山山脈的起點 那個標誌是看不到的 起點是在台灣的東北角的比頭角這個地方 那我現在 因為那個其實時間很趕不過還是修飲的東西給大家看 就是其實現在呢 那個Google地球非常的方便 大家看這個形狀 可以認得它是什麼山脈 然後看到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我們從玉山出發來 看見台灣的最後一幕就是 那個電影的最後一幕就是 那個電影的最後一幕就在玉山 很像燭光圓地 所以這個剛剛看到那個新台幣1000元的玉山 是我們講玉山的標準容貌 就是你看到這個就是玉山 可是其實大家有想過如果它換一邊 你可能就看不出來是玉山 因為這個標準容貌是從玉山的北風 有一個氣象在看玉山的這個角度 所以是從北往南看的 那我們習慣 因為我們習慣看地圖都是北邊在上面 所以我們把它轉向一下 轉過來 轉過來 這是我們熟悉的台灣島 那山雕角是我們台灣的最東端 雪山山脈的起點就是從山雕角開始出發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就是呢 就是這裡很容易跌倒 就是山雕角在這邊 那這邊是不是有個像山谷一樣的地方 山雕溪 那沒有錯 這個南陽溪接上大甲溪 有人把它叫做台灣的中央湖地 那它其實分隔的就是這邊是中央山脈 上面是雪山山脈 那另外一個鼻頭角其實就在這邊 所以剛剛有提過這個 阿里山山脈其實那是從鼻頭角出發 經過北插天山 新竹的離東山 苗栗的嘉里山入場大山 然後這邊有點山調 到大鎮瓶九分二山一直下去是阿里山山脈 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中央山脈是最大的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特別喜歡講這件事情就是 每次有那個颱風清洗台灣的時候 我們氣象報告就會說 因為中央山脈的破壞 所以這個颱風就GG了對不對 應該都有聽過 可是其實這對雪山山脈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如果今天的颱風是比較偏北的時候 它其實根本那個颱風沒有被中央山脈破壞 是被雪山山脈破壞的 其實我一直很根根理解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微氣後是比較貼近零聲的 可是我們氣象局非常OK的這件事情 對 好 那 那 那其實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雪山山脈是山脈角出發 它最後到哪裡結束 其實你會覺得非常奇怪 因為有一些那個文獻就是說 它到這個白菇大山這邊結束 欸 有頭沒有尾 其實有另外一派的學者認為 這個雪山山脈跟玉山山脈 它是同一個山脈 就是看這邊 這邊有說山脈西環大山嗎 對啊 我們現在記得喔 西環大山 這樣比較清楚 西環大山呢 常常 或者是這個至寶山 它們寫在一起 這兩座山常常被認為是玉山山脈的齊列 你看它是玉山北邊的能線 如果這個能線一直往下來的話 欸 不遍不遍就來到玉山 沒有錯 可是你如果也不遍不遍的話 你被那邊走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個大尖山過來 它就會接到守澤大山跟白菇大山 然後白菇大山是 公認的雪山山脈的主能線 所以其實就有人說 它們是在一起的 那現在有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會覺得說 欸 那為什麼這個斷掉了 它還是被當作同一個山脈 因為這是地質的學家去研究這個 它的地層裡面 銜接的關係 他們認為說 這個地層是有銜接的 只是被這條大甲席給切開了 所以它是同一個山脈 所以其實台灣 就是有這些山脈 那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多認識我們台灣的山 在古時候呢 為了爬山的 大家或許聽過一個名詞 叫做中央山脈大眾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 無聊好事的人 就是把中央山脈從樓道裡走了一遍 那為了他們爬山補給的方便 補給點都是我們的橫管公路 那用這些橫管公路來區分 就把中央山脈分成了六段 就是有北一段 北二段 北三段 南三段 南二段 南五段 這是爬山人為了伏擊方便去區分的 會有這些名稱 這個算是題外化太多了 所以剛剛從Google地球的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台灣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崎嶇不平 就跟這個國家的命運一樣 那我們其實 山其實是可以我們硬去把它做一個分類 那在台灣我們習慣把它分成高山 就是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地 終極山就是一千到三千之間的 還有礁山 礁山就是你我四周周遭的 譬如說紐約市附近有沒有礁山 沒有礁山 就是美國的美東是比較平的 除非到譬如說阿帕阿西山脈 會有一些很像礁山的地方 那但是台灣呢 台灣很一樣 台灣其實 就算是有所謂的嘉南平民的價格 當然像是 當然其實嘉南平民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你只要在 即使你在嘉南平民最西邊的海邊 你還是天氣好受 還是可以敲到台灣的山就在那裡 所以台灣是非常的小 那很多人看到那個終極山這三個字 就覺得它是中間的等級 所以應該是很好爬的吧 就剛好相反 但是台灣最不好爬 那我也認為台灣 台灣最漂亮的地方 就是在終極山 我先跳下一張很好 這是玉山的 我剛剛用假的那個畫面給大家看過 這個玉山在前幾年我們 應該是有一個商人 我忘記了 就是舉辦了一個世界新的七大自然情景 就是New Seven Wonders of Nature的這個活動 那最後最後就是入選的 有一個地方叫做韓國的幾週島 然後就很多人就覺得 我的天啊 為什麼韓國的幾週島是 7 Wonders 這怎麼可能 但是在取笑它的同時呢 其實我們這個玉山呢 也曾經被我們的網友 就是大家來看那個購票 來大家家裡 就我真的非常慶幸它們有讀選 因為它也會被很多國家的入檔 就是這個東西你也看讀選 其實台灣的高山串 風景真的很漂亮 然後也很多冰河地形 這個玉山就是一個冰河地形 但是如果你去過Colorado 你隨便那個公路一開上去 哇 全部都是就是一萬四千英尺的高山 然後你就會知道這個玉山 這真的是一個小兒殼在那裡 所以其實如果說要比這樣子的風景的話 我們的玉山是在世界上比不上的 它只能說它是一個台灣島的最高風吹 它的價值在這個地方 它的風景很難跟世界上其他山的比 可是呢 可是台灣的終極山就不要 因為氣候的關係 它有很像高山地方 也很像熱帶沖的地方 它是一個很重合的 非常非常 如果我們去中西山 因為台灣的高山很多人在走 然後中西山就沒有人在走 因為它都不有名 所以它其實非常的像是adventure一樣 我們在國外常常講 比如說hiking或mountain climbing 這種trends在台灣很難 會跟台灣的人的認識很不一樣 比如說我常說我去玉山我去奔山 我去雪山我去奔山 可是玉山跟雪山的這個奔山 對於歐美人士來說 他們都只是hiking而已 他們絕對不會是mountain climbing 所以會在基本上這些用字的定義上就不一樣 那如果是中極山呢 其實它就很有趣 因為它既不是mountain climbing 它也不是hiking 它時常我們必須 我們一天到晚會迷路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知道要怎麼走 時常是這個樣子 這是它有趣的地方 那台灣有很多著名的山岳 從最上面開始 之前講的是百岳 百岳這個詞非常的朗朗上頭 因為它應該是我們台灣的這種 辦活動的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個活動 因為自從這個百岳被發明之後 一直到今天好幾十年過去了 還是有這麼多人在follow這個活動 因為這是當初為了推廣台灣的登山活動 我想是登山 台灣的那個登山其實是hiking 的活動的時候 一些登山界的前輩選了100座他們先喜歡的山 那他們的條件是 他必須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 這是基本條件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風景啊 帶表情之類的 當然因為這些前輩的個人喜好 本身就有很多百岳的遺族出現 甚至當初選百岳的時候呢 很不幸的是那時候測量的這些海拔高度 都是中華民國國軍也有引擎來去測匯的 那一批的測匯的那個丈量的高度呢 幾乎全部都是錯誤的 就是玉山的海拔是3952公尺 我相信大家知道 那日本時代總督府測量的是3950公尺 那我剛剛講的國軍那時候測試多少 是很有名的3997這個數字 所以他們才會想要做一個余優認同鄉 然後給你們4000公尺 然後就GG了 那個整個都是錯 所以當初那個百岳其實有兩座沒有3000公尺 就是那個選百岳的前輩也被標了 很不幸 一座是2991的養頭山 也就是2999的六順山 那但是百岳終究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全民運動 當然講全民也不好 因為很多人就台灣喜歡污名化登山活動 所以但是百岳大家都認識 那其中百岳裡面也有幾個是特別的代表 先譬如說五岳 這就是幾個山脈裡面最高峰 譬如說玉山山脈最高峰 中央山脈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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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湖大山是中央山脈北宜段的最高峰 北大午山是台灣最南邊做海拔有3000公尺的高山 所以它有代表性 那三間的大帕間山、中央間山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樣都有照片 那阿芬間山呢 其實至今我不知道為何它會入選 只要不要湊一個三間 它非常的小 那石郡這很厲害 石郡是當初他們選了五岳山間之後 又選了十座山型 非常非常的帥氣的山 譬如說玉山東峰 這個角度看 看起來大概不是那麼好看 但你可以想像得到它非常的陡峭 而且是艦隊 它就是石郡之一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玉山的北峰看玉山的 我們熟悉的1000塊的玉山 那這是換一個角度 這是從南邊看玉山 其實它是真的是非常美麗的 就是它用冰河地形去消除這些山峰的形狀 那它是一個群峰 剛剛講的百月裡面 在這裡玉山群峰 它就有九座 它有九座 所以你如果安排個六天行程 這個百月就可以拿下九座 十分之一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其實爬百月就像在收集東西的一樣 那我就覺得 其實錯過了很多東西 因為它其實爬山是很重要的 是過程 你如果非常非常的享受那個過程的話 你就會發現 我們從爬爬家、安復爬玉山 這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話 這個過程是超級不標的 因為它的那個風景其實很不標的 所以你要知道要等點錢 哇塞好 原來玉山這麼漂亮 那這個山我沒有標名字 我相信大家都認得 或許吧 它叫做大霸間山 它是看見台灣這個紀錄片裡面 第一座被標上名字的山 那這個風景是我印象太深刻的 它是從雪山的祖峰往東天看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剛剛提到的 南谷大山還有中央堅山 中央堅山它非常非常的帥 就是中央堅山 想不到其他要寫龍子 那那個無明山也是很漂亮的 它也是石郡之一 那這個無明山上上禮拜 才算是一個人 新的一個事情 然後呢還有一座山比較怕多無明山 其實這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百慮 所以我直接沒有把名字標出來 那從這個南谷大山到帕陀魯山 其實已經從宜蘭到花蓮的範圍了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渺小很渺小的一個島 但是也因為它這麼小 而有這麼多豐富的山峰在上面 其實很值得我們去推廣出一些很多事情 主要都是戶外的事情 但是戶外的這個事情在台灣 就是被無明化的很嚴重 就是譬如說一有人爬山摔死就會 那個記者就會影響那個輿論 然後他們就會看到就會有鄉民在下面 會說欸這些人就是吃飽沒吃乾菌 做很危險的事 你很耽誤社會資源之類的 這種常常會看到的 我都覺得就是很遺憾 總會怎麼會這樣想 當然或許在座的朋友也有一次這樣想 這我們可以在九點之後再來 這個是雪山 雪山其實它在台灣 它是台灣的第二高峰 那雪山最著名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地方被陸越中雄發表 是一個全部 就是它是一個冰河地形 然後講到這邊有一個題外話 就是 講題外話的時候韓客就看一下什麼表 就是 我小時候一直看到一個論述 就說陸越中雄發表那個是全古了 然後直到了民國幾年 才又經過誰證實 欸真的是全古 你不覺得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種 這種說故事的方法 陸越中雄在譬如說1927年 忘了幾年說那是全古之後 然後就好像那個文章敘述它 大家不相信這件事情 直到了民國幾年 譬如說民國六十七十年 什麼地址專家 還又發表確認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奇怪 日本在1920年的科技 為什麼需要1980年代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政府來確認 我就是覺得非常奇怪 這也是一個題外話 好 你剛才說那是什麼 什麼是圈谷 圈谷它是一個冰河地形 就是那個冰河在移動 那些 就冰河會移動 冰河它基本上是一個 你可以把他想說是一個河流 可是它移動的 流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狂慢 所以它在流動的過程中 它會這些冰 它會對地表產生一些摩擦和侵蝕 所以譬如說摩尾的霞腕 或者是這種圈谷 圈谷它或者它是一個冰洞 就是它是被侵蝕出來的一個移形 是不是像露口那樣的東西 對對對 這是國中的地球科學 所以如果我們去那個Colorado 或者大家去Grainshire National Park 在什麼地方 在莫泰娜 還是威尼 在交界 你就會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好 那這個是大家很不熟悉的角度 北大五山 這是北南祖山的以北就是右邊 我們就是剛剛講中央山的南一段 那北大五山已經在這六段之外了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 我覺得很壯麗的一個景觀 然後它非常有名 大家都聽過這個 齊來北風 因為那個寶傑非常喜歡齊來北風 因為齊來北風就是死過很多人 那所以大家覺得齊來北風很危險嗎 這是一個統計的討論 就是齊來 其實我剛剛講的這些三個 說是1920年代台灣的登山運動啟蒙的時候 最第一批被開發出來的路線 所以它這些trails都非常的傳統 非常的意識優求 非常的就是firm 要怎麼講 就很確定是這樣走 所以它的危險性是最低的 危險性是最低的 代表什麼事情 就會有很多人很多人去走 所以假設爬山死掉的機率是一樣的話 越多人去走 是不是越多人會死在哪裡 那這個我個人認為 我沒有經過很精細的去做study 我覺得齊來北風就是這樣子很重要 就是因為它稍微 它的氣候的變化比較大 所以它曾經出過很多很重大的事情 那其實那個清華大學登山社 是台灣的清華大學 登山社就02啦 就是連續兩年發生很重大的這個事情 就是一次很多人死掉 所以死得齊來北風就變得惡名昭彰 可是大家知道那是什麼時候之前 那是1970年代 1970年代的氣象預報 1970年代的登山裝備 跟現在當然是不可同入的 因為本來就不同是不是 那是40年前的事情 所以你今天去爬起來北風 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但是這個東西有時候 你會很難去跟一般大眾解釋 譬如說在無名山摔死的那個老師 他其實是在一個平凡的武器地方 就掉下去了 這個就跟你平常走在水溝棚 啊掉下去了 它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可是因為它的環境是高山上 大家就認為是這個高山是危險的 其實你打個籃球都很經濟平塞 我講這些話實際是有點沉痛 因為在我高中的時候發生過 小五兩屆的學弟 就在有一天中午的時候發生這個事情 那時候就很大亂震盡 然後他打籃球 然後就這樣走了 任何屋外運動來 結果他一定很不顯 本來說他9點之後再找你 這是從齊來山上去看花東中午的平原 所以其實台灣很小的 這個後面是波光流淋的太平洋 從這個距離太平洋其實很近的地方 你可以爬到3000公尺的高山 那這個照片你要講的是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終極山的地帶 我剛有提過一個山它叫做帕托魯山 帕托魯山是這一座它是百月的 但是它的以下它都不是百月的 那以下這些山其實都相對百月來說都非常非常少人去 非常少人去爬 真的 那是原住民的 那很多原住民的發音的意思 其實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而且也是一個題目的話 原住民講話你相信嗎 我不是歧視那個 就是因為你看原住民常會講話會很幽默嘛 會開玩笑 所以你去想像100年前的人類學家 日本人類學家 因為他在西這個Western style 他的人類學study的方式 來去問他問題的時候 他有認真回答嗎 對不對好 好這個這邊有一座山在這裡後面的 它叫做清水山 就是它是清水斷崖上面的山 它是一個比較有名的中級山 所以爬的人就比較多 但是in general 就是台灣的中級山相對就是幾乎沒有在爬 那我覺得這是很多很多是具有國際潛力的 那我覺得現在有越來越多人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中級山有蘊藏很多原住民的文化的遺跡 或者是我們等下會提到的林業鐵路 巴木就砍樹的這些惡情惡狀的遺跡 所以其實它是滿值得做一些開發的 那當然我們最平常最常接觸的就是礁山 像這就是一個礁山 雖然你看起來好像也很厲害 但是它其實是礁山 這個右邊下面的有很多房子的這個地方 叫做平溪 就是放一邊的平溪 所以當我們今天到平溪附近來走礁山的時候 你會一直看到天燈的屍體 所以大家難得回台灣還是放一下天燈好了 不是就是 就是有很多議題是 其他大家越來越多人會去討論的 那有一個可以稍微講一下 就是這座山我們看起來好像厲害的 右上角 它叫做平溪中央界 就是我覺得我們放這些嬌山群很天才 所以這類的氣勢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剛剛花了一些時間來看一下台灣的山的攻擊 那我不曉得我們今天來的朋友們是來自北台灣不曉得多還是中台灣或者是南台灣 那如果你是來自北台灣的話 欸 恭喜 因為北台灣的山真的很多 很容易的開始清淨台灣的山林 那如果他都沒辦法回台灣 那就很不幸用的 在New York State 就是 對 如果大家想要去Applelation Trail的話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好 那 接下來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今天是要來看鐵路的 就是 其實 因為既然我們的島嶼是有這麼多的山的環境 其實我們搭火車 是會看到山的 這是一個很nonsense 就是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剛剛那個憨歌唱不出來的那首歌 就是 有提到火車會穿過高山對不對 其實 台灣的火車是幾乎沒有在穿過高山 那 因為我們台灣有一個環島的鐵路 所以都把高山都繞掉 所以都沒有辦法穿過高山 那 有沒有人來自台灣的屏東或高雄 欸 好多喔 那個金平兄來自東南 那請問 請問金平兄這座山的名字是什麼 你一定聽過他的名字 而且我剛剛有講過他 南大五三 說 哇 好厲害 他是南大五三 對 這是真的很厲害 可是 真的我太崇拜你了 這是南大五三 就是我問為什麼我剛剛會這樣問 因為其實你是台南高雄平東的人 你很容易會看到北大五三 南大五三 可是你是從台灣的西部看 那這個照片是在台東的太哪裡 是從東邊看到的南大五三 我們平常習慣的大五三是長這樣 就在右邊 他是有 其實他是有 在地詞上面把它稱為大五地壘 他是一個地壘 就是他中央山脈好像已經快要滅亡的時候 突然隆起一大塊一坨山 叫做大五地壘 那這個大五地壘最支援的當然就是大五三 北大五三跟南大五三 然後呢 還有一座山可以直的壹體 就是最左邊這個叫做井戶山 它是日本的名字 所以不是什麼陀戶井戶修 是日本的名字 那在這個照片裡他看起來有點渺小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兩邊有點對稱然後在地是平的 那在日本時代 另外一個日本人因為懷念家鄉 就把它叫做屏東富士山 其實它真的蠻像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屏東的時候 找找看有沒有可以看到這座 當然一開始它叫做阿猴富士 阿猴改成屏東的時候 它就變屏東富士了 對啊 問一個很大問題 阿猴是一件屏東的 正確 我太崇拜你了 那你知道侏羅是嗎 好 你可以繼續 都不知道 真的嗎 沒有 繼續 就跟你們家 沒有 被世界打 這個是嘉義非常容易看到的 有三個景觀 但是拍照的第一點是雲林的胡偉 那胡偉它非常有趣 在鐵道上沒有趣 是胡偉有我們台灣最後用來載甘蔗的火車 為什麼要載甘蔗呢 因為要製糖 就是sugar refinery 糖茶 糖茶要用甘蔗來製糖 大家就想說難道不是用甘蔗嗎 因為緯度比較高的地方用甜菜來製糖 緯度比較低的地方用甘蔗 我記得美國是兩種左右 那這個製糖的鐵道它其實通常我們會覺得 它就是一個很有熱帶氣質的 因為就是低尾度很象徵 可是其實這座山它常常在冬天都是白色的 有沒有看得出這座山是什麼 形狀是什麼山 我們剛剛提過很多次 大家都會自己去塞臺灣的最高的地方 我覺得在一大早日出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樣的風景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當然一方面是霧與其合格 就是因為我們台灣的空氣品真的是太糟糕了 而且是from that to worse 就是在這幾年我覺得很恐怖 然後有一些時候你看氣象報告說 所以是晴天要來了 然後你就覺得明天趕快出門去拍照 就能拍照你家的風景 所以我們出來想說是PM220 跳舞這個事情 那其實我們如果搭高鐵 我們搭高鐵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國泰灣的高山 這座山跟剛剛那個行蹤很像的 它也是一山 那個鳳塘山有聽過嗎 如果是 如果是 鳳塘山它其實就在溪頭的旁邊 如果去溪頭 就會看到一座很像鳳塘山起飛的形狀 這個地方是台中本地 其實我們的台中本地也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高山 這個風景是讓我好幾年來很感嘆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是台鐵的極極線 或許大家都知道 所以直接搭乘過 那極極線有個地方超辦的 不過現在這個地方很小 大家只仔細看這裡 這個樹的中間有兩座小小間間的一山 這兩座山大家也都聽過 因為它叫做玉山 所以其實你搭急急線火車就可以看到了玉山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玉山的這件事情 對遊客來說應該都是男性 可能是聽過很多次 就是譬如說我跟我家說 那是玉山喔 寶大哥哇 是玉山喔 應該是真的滿滿的 因為玉山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歡 可是來搭急急線火車你都在幹嘛 都擠在那之前的淘寶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那如果是日本人 如果是日本人他在發展觀光的話 他一定會在這個鐵道的旁邊 立一個碑或牌子說 這才可以看到玉山 大家可以感受到這個 我相信美國也是這樣 有一些地點是很有意思的 其實應該要被蒙為人之 這一點火車在經過的這座橋叫做中港溪 中港溪其實中港是在頭份 就是苗栗跟新竹交界的地方 有一條河流不是太中港 那火車在經過中港溪的時候 可以看到其實這裡有淡 可以看到大發先生 而且其實很明顯 然後這個地點其實是滿有意思的 就是有一年那個昭和天皇有來過台灣 大家知道這件事情嗎 他還是黃太子的時候來過台灣 那他來台灣之後呢 就是搭著火車到處遊覽這樣 就像嘉慶君有台灣的地方 但是嘉慶君沒有來過台灣 而這個玉人黃太子就是昭和天皇 他真的有來過台灣 是真的 那他經過這個 搭火車經過這個橋的時候天氣不太好 然後當時的台灣總督叫做田總督 田建治跟他說 今天天氣不好 可是遠方的那個方向呢 如果天氣好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座山叫做西路利亞 這是日文 就是西路利亞 西路利亞也算是某種菜奇的名字 就是大航海時代的 航海的人幫雪山取的名字 但是他這個西路利亞講的是雪山 還是大發金山一直都有人正論著 那我相信是大發金山 又不是雪山 好 滑得一個人 那當時呢 總督就跟天皇說 這個西路利亞山是台灣的第二島風 之類之類的這樣介紹 然後後來這個西路利亞山裡的名字 就被天皇改成次高山 就是台灣的次高山 他是天皇命名的 大發金山隔離有一個小發金山 他也是百月 這個大發金山 他其實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地方 就是他被稱為聖能線 神聖的能線 從大發金山出發一直往南 就是照片中的右邊 一直到雪山 這段被登山家稱為聖能線 那這個聖能線 其實從東邊或西邊都很容易可以看到 這個會不會 是有一點淡 這個地方呢 要怎麼介紹這裡 後面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防波堤 這個地方叫做烏石港 還滿有名的 在頭層 宜蘭的頭層 然後再看得到烏石港的這個地方 這裡叫做北關風景區 如果走北部陰海空路 可以經過一個非常有名的景點 在北關風景區呢 其實他超讚的 他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包山 右邊的 其實右邊他是整條聖能線都看不到 大壩尖山還有雪山 左邊是南湖大山的群峰 所以右邊是剛剛講的雪山山脈 左邊是中央山脈 就是可以在一個地點可以全部看到 或者是來到花東縱屋的時候 其實非常厲害 因為花東縱屋的旁邊的山都非常非常陡峭 很快很快很快就到山頂了 所以你在花蓮 你去花蓮跟去譬如說古坑 雖然都在山邊 但是你看到那個風景之間很不同的 因為花蓮的山脈是陡峭非常非常多 其中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地方 這地方已經變真的有名 就是一般的民眾會知道 在地居民都會知道 就是從花蓮出發往南 會很快就會經過一條河 叫做木瓜溪 在這木瓜溪的時候 過橋的時候 鐵崩路它是一起過橋的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旗台連峰 這個從左邊到右邊都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 而你所在地 你的所在地只有海拔100左右 所以你可以一次看到3000的落差 這是就是剛剛一直講過好幾次 台灣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地方 那冬天的時候呢 只要有比較強的寒流來的之後 這個騎來螢幕它就變白色了 就是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那個台九線這種五公路的車子 看到就會全部停到路邊 然後就山車了 這是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我是說山車 那一樣這個花東鐵路呢 一直到比較中間過了玉里之後呢 有一個地方也非常厲害 這個地方叫做東嶺 那東嶺可以看到秀湖崩山 秀湖崩山是中央山脈的最高峰 然後大水崩山也是一個很有名的山 大家或許有聽過巴通關古道 台灣的國家一級古蹟巴通關古道 那或許大家也有聽過巴通關月嶺古道 你說這不是一樣嗎 那是不一樣的 巴通關古道是清國人做的 就是大清帝國在台灣石座的一條步道 那越嶺古道 它其實是日本政府 日本種族在台灣做的 為了要 就是為了要東西 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什麼開山禮番 然後到後來的禮番政策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些相關性 但是這兩條路它是不一樣的 清朝做的這個巴通關古道 它是國家一級古蹟 那日本人做巴通關月嶺古道 它就當然不是禮籍 它是日本人做的 那但是他們其實都是很古老 他們的路線是分開的 可是在有個地方 有一個十字路口 就是在這邊寫的大水崩山上 然後在這個地方交叉 非常的 其實這兩條路都非常的厲害 從平地 然後就這樣越過了台灣的高山 然後再這麼古老 我雖然算說古老的園 真的很古老 因為好像是 日本人做巴通關月嶺道的年代 是1930年代 其實1930年代 大多數知道 Empire State Build的一個年代 所以它也未必是真的 一個什麼太古老的年代 不過以當時台灣的條件來說 還是滿厲害的事情 那另外呢 在這個是東里火車站 還可以看到這座新唐山 它非常非常的近 它的海拔有3330公尺 比較有記錯 它也是十峻之一 其實是說很帥的山 你下次如果有機會 大家回台灣玩 經過花東重複的時候 不妨有機會去看一下有沒有 那天是不是天氣很高 可以看到這些很難的山 或者是在池上可以看到傳說中的觀山 這個觀山海拔要3600多公尺 所以是很厲害的 那我們剛剛簡單的 其實也真的滿迅速的帶過我們 譬如說台灣有一大的山脈 然後其實我們有把山 常常分類成高山 中崎山 還有礁山 不是地級山 不是礁山 去做一些簡單的分類 那我們的台灣其實鐵道是環島鐵道 它並沒有真正的去穿過高山 可是畢竟這些地形還是存在了我們的環境裡面 所以當我們去 譬如說我們很前面有講到草嶺隧道和山吊嶺隧道 他們還是無可避免的穿過了這些山脈的主橫線 在當時1920年代都是非常浩大的風景 那一樣的事情也是也發生在 譬如說我們南輝鐵路興建之後 它要穿過中央山脈 所以大家看得出來這個照片裡面有鐵櫃嗎 完全露出去了 這邊有一座橋 這邊有一個紅車站 所以我們南輝鐵路也真的是滿了不起的一件事 它為了要穿過中央山脈 它有很多很多的effort 那如果講到鐵道和山之間的關係 就會有幾個turns會常出現 或許大家也常在包裝展示上看到 就是譬如說登山鐵道 山地鐵道或森林鐵道的這些稱呼 那這些東西是什麼 其實因為這些稱呼都不是法律規定的 所以就是過敏思議 登山鐵道就是鐵道在進行一個爬山 那山地鐵道就是在山區去snakes的這些鐵道 它就是山地鐵道 那山地鐵道的意思就是 它有另外一個名稱叫林頤鐵道 就是它為了讓人落進的這個軟道 我們等一下會再用很多真實案例來去看這些事情 久定了 Bendy of Time Don't Go This 這座山洞呢 它是鐵路的山洞 沒錯 你是在整下的我弟弟啊 沒有鐵路的鐵路山洞 這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事情 就是大家知道台灣鐵路管理局 就是我們所謂的台鐵 它是一個一年虧錢 虧很多人的台鐵路 那它虧很多錢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它過去呢 它賺的錢 當它很賺錢的時候 它賺的錢都交給國庫 同時呢 在1970年代它做了台灣鐵路的電氣化工程 的時候它是用自己的錢來做電氣化工程 等電氣化工程的那一年了 我們台灣的第一條3way 中山高度也剛好通車了 所以就沒有比較大火車了 從此它就賺不到錢 就是熱心循環 那這個跟這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觀音隧道是1980年通車的北迴鐵路 最長的一座山洞 這個台灣的環島鐵路只有兩段 不是日本人蓋的 就是北迴線還有南迴線 那這兩條鐵路它們共同的特色就是 它們都穿越中央山脈 所以日本人成功克服了阿里山山脈 還有雪山山脈 可是它到台南山脈完全不理它 沒有穿過它 就是bypass 那這個中央山脈因為它畢竟太大 所以當時沒有辦法創作 直到了像1980年北迴線的風車 這個觀音隧道有7757公司這樣長 是蠻長的 你去想台灣島這麼小 它居然有這麼長的山洞 所以是很不容易的 那這下這個是其實畢山脈 我們其實虧牆有那一張 因為這個北迴鐵路1980通常說它只有單線 就是single track 後來發現馬上就不夠用了 所以在2000年的 千禧年 2000年代又蓋了新的北迴鐵路 它是double track 所以這個舊的就是一個abandon tunnel 一直在那邊廢棄的 曾經有一個提案是 我講曾經你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久 因為去年有一個人也講過這個提案 就是這個鐵路要留著用來做貨物使用 金瓶有印象這個提案嗎 因為去年蔡英文也講過這個展示 但是其實這個是本來就有的規劃 不是蔡英文發明的 這是本來就有規劃 可是後來因故就沒有實現 所以它一直廢棄 那現在這是在幹嘛 這個居然是台灣東部 那個劃時代的 蘇花公路改建工程的工程變道 就是為了要蓋蘇花改這個工程 所以利用以前北迴鐵路的隧道來去做施工 所以我覺得這個台鐵就是 就滿慘的 大家聽得出這是什麼故事的嗎 就是台鐵用它原本可以增加它運能的一個鐵路的空間 來讓人家方便蓋那個蘇花改公路 將來要吃掉它的生意 這是什麼故事 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但是無論如何這個是 觀音隧道是北迴鐵路最長的山洞 那北迴鐵路在改建成新的 新的北迴鐵路的時候有一個新觀音隧道 它更厲害 它有10公里長 非常非常的厲害 這個就是新觀音隧道 你覺得很奇怪的是 就是跟大家想像的隧道意思很厲害 是因為這個山洞很長 那因為這些山洞 當時的火車都是用柴油的 它會有很多很多的廢棄 那同時也為了施工的方便有很多橫坑 所以我拍照這個地方是一個橫坑 從橫坑走進去幾百公尺之後 就會看到鐵龜 是跟你的方向是垂直的 這個是新觀音隧道的一個補合 那大家有想過台灣的第一條登山鐵路在台灣 講到登山鐵道大家就會想到203鐵路 但是其實剛剛有講到所謂的登山鐵路 只要它有進行可發展的動作 它就是登山鐵道 所以台灣的第一條登山鐵路 其實是流氧船蓋的 從基隆到八祖之間 我們從基隆到八祖之間的鐵路 這個地圖上面有畫出鐵路 就是黑白相見的這條線 可是呢 它不是流氧船蓋的 這個我們在去前有講錯的結果 我們雖然課本裡面都學到 台灣的縱貫線是流氧船蓋的開始 從基隆到新竹 對不對 大家都聽過這一支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搭的火車 在台灣 這個縱貫線跟流氧船幾乎是沒有那個關聯 因為它蓋完之後是一個不能使用的鐵路 所以日本人來台灣之後 就把它整個都被騎掉了 舉一個例子 就是台灣的第一條登山鐵路 基隆出發之後呢 它要先尻一個打甲彎 再尻一個九十步 它爬山了 中間有一個石球林的隧道 它很厲害 它是中國第一條鐵路的隧道 很遺憾 它是當時無可避免 台灣當時是中國的移民 但是其實這是有語定的 因為這個隧道在1891年 通車的時候 我們世界上沒有中國這個國家 所以這是台灣的第一條登山鐵路 這條鐵路之所以為什麼不能用就是 有一段時間呢 根據當時在美國的 美國駐台灣的一個記者 叫做戴維去Davidson Davidson 他後來也做過台北領事館的領事 他在當記者的時候描述過很多 清國台灣鐵道的這個很有趣的 很有趣的 這個有趣的英文是Ridiculous 有這些說 例如說呢 這個基隆火車站雖然是在 大家這個黑色出現的到底 那也是基隆火車站 可是事實上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 火車只會開到490隧道 在這裡 他就停了 為什麼 他就說 各位也不認知基隆站到了 就是 必須在這邊下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一旦呢 這個火車 膽敢順著這個斜坡開到基隆站的話呢 以幾七陽光備被等了 他太陡了 然後就爬不回來了 所以呢 就是 為什麼日本人會馬上把這個鐵路做Avandon 可能因為太多了 那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是要特別的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過去幾年呢 有一個說法就是登山鐵路有大功法 這個東西在我們的雜誌的第228期 我們有花很多時間去做一個探討 那其實 其實有露營我講這我就很害怕 因為其實我們是 幫很多人打臉的 而且是 沒問題就是繼續錄 因為對我們有講 比較那個禍蟲的口出 就像金平他們有辦法當中的候選人 一定是很多不曉得禍蟲的口出 所以就這樣 好 那這個五大功法是一個 研究鐵路的前輩提出的 他講的五大功法就是說 鐵路呢會有很多S型跟185度的迴轉 這是登山鐵路的第一種功法 第二個就是鐵路呈現loop或spiral 這是第二種功法 第三種是tuck rail 世界上的第一條tuck rail 在Mount Washington 在New Hampshire 那第四種方法叫做資質型路線 然後英文叫做design 就是 你不是來個種 拉鍊嗎 這是自己自行 那第五種就是使用spatial engine 這是前輩的分貝 然後我一直覺得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這樣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哪裡奇怪 他們是工程的方法嗎 不是 好像無所謂 可能你硬拗他是工程的方法沒有關係 那最主要是我覺得他之間那個邏輯不太通 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釋 然後但是我一方面覺得說 你用這五種方法的 就好像補習版講義介紹給大家 讓民眾也可以很快認識 譬如說阿里山鐵路分社 阿里山鐵路有這裡面五種的四種 這是前輩說的所以蠻厲害的 可是當我在兩年前發現嘉義縣政府 林務局更早開始 我發現因為有一次我們辦活動 有請張花冠縣長來 從他的嘴巴裡面講出來說 阿里山鐵路有世界登山鐵路五大工法 裡面的其中四種 所以他非常的valuable的時候 我就感震驚 因為這個東西當他成為官方說法的時候 他是不正確 他是多麼的不正確呢 我還跟他 這是很簡單的邏輯 你可以不用懂鐵路 所謂的loop就是說鐵路繞一圈 他用三度空間提高高度對不對 請問鐵路繞一圈的時候 他是走了幾度的角度 360度 360度exactly就是兩個180度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今天是 你就把360度 你把回圈當作是180度回轉 他是連續在一起的 他不就是回圈 所以1跟2他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他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他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那第四呢 我可以用那個A版的話 可以 對不對 什麼叫做自制型鐵路呢 如果 大家有沒有去過馬丘里丘在密園 或許會搭到那個 異自制型鐵路 或者是阿里山鐵路 這個鐵路是 哇好淡喔 另外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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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 鐵路是這樣子 然後一直爬山的 好 那這樣子前進的時候 大家假設說火車是有方向性的 對不對 火車頭撒或者是前面然後往這邊 所以當他到這邊的時候 他要再 好 關鍵就是有人講轉彎對不對 這個就是在關鍵了 他沒辦法轉彎 他要 他要倒車上去 然後再前進 所以有一句話叫做 阿里山的火車撞壁 就是 阿里山火車撞壁 就是他必須這樣 這個叫 在鐵路的營運上叫做 switch back 因為他要switch 就是這個 這邊有一個轉車其實要switch 然後火車go back switch back 好 那 所以他沒有轉彎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轉彎 這很麻煩喔 就是 大家有 大家應該有搭過那個 那個 Northlink 或者是 LIR 或者是 NJ Transit 有一種火車是不是 火車頭只有 一邊engine在一邊 但是他的尾巴的那個車廂 他有一個cab 他有一個cab 所以 也可以往另外一邊開 而司機也看得到前面 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對不對 古收的火車是沒辦法 因為他要連控 他需要一些機械的設計 才有辦法做 所以呢 如果火車要這樣倒車 是supposed這些很討厭的事 因為司機看不到前面 所以比較危險 那為什麼要讓司機看不到 萬一我把鐵路 我在這邊就做一個小圈圈 拉回來嘛 這樣是不是他的頭 就可以永遠在前面了 那為什麼不做這樣 不做這件事 因為這個山坡太陡了 他沒有空間做這件事 他只好前就與地形而做這件事 好 如果他有空間做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第一種180度而已 所以第四種跟第一種也是一樣的事情 只是因為因地制宜 他不得不做這些犧牲鐵路運轉方便的事情 好 那所以一二四supposed它是同一類 它是同一類 那我們現在來看磁軌 磁軌在原本的鐵軌中間加上磁輪 所以它當然它可以增加它的搖合力 好 那什麼叫special engine 我們現在看這台的火車 它長得不一樣喔 它的這個地方是氣缸 它的氣缸運動方向是網內的 它是V字形的 網內的 跟我們傳統上的蒸氣火車是這樣子 它是不一樣 它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叫做special engine 它是為了 它是為了要讓火車可以在轉彎跟陡坡 而同時還保持很大的牽引力去做的升級 這個叫special engine 我同意這是special engine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有cockrail很多嗎 你有看過cockrail嗎 cockrail在美國只有Pikes Peak 在Colorado Colorado Springs 還有剛講New Hampshire有cockrail 整個美國只有兩個地方有cockrail 那有cockrail的鐵路難道不是special engine嗎 對不對 所以三跟五也是一樣的啊 就是因為磁軌它本身就是很特殊的機車 是為了要讓火車有很強的爬山能力 所以我覺得這五種當然是一個登山鐵路會出現的一個trend 就是遺傳性種 但是它其實不能 你也可以說有這五種 可是你不能說阿里山鐵路有一個種疑問的四種 所以很厲害 所以比國外的什麼誰厲害 因為這樣就你是一筆湊的 所以我覺得就很可怕 我希望可以在一些場合去訪證這些事情 不過這是一條很艱辛的例子 那這個照片呢滿有趣 這是我上上上上個禮拜 上上上禮拜前去的地方 這是在加州 這個火車是在這個地方繞了一圈 這個電話叫Teachapi 是一個在鐵路人裡面滿有名的景點 所以它是一個route line 按照做Teachapi Route 那另外一個非常有名 這在Danvers的附近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檔子 就是Danvers的Dountdown 從Danvers出發往西邊的鐵路 它必須爬上山 然後穿過美國海拔最高的山東 比如說Marfittano 在爬上山之前呢 這條鐵路非常的經典 它從這邊上來 然後轉彎 到那邊再轉彎 繞到後面再爬上來 爬到這裡來 這個鐵路 鐵路你把它叫做Big Tank Curve 就是它是一個Tank 1跟0 Big Tank 所以你如果用剛剛那個五種來說 這個到底算不算一個route 不算 因為它沒有交叉的到 可是它終究它也是繞了有360度 所以你去硬要區分 是不是spiral 是不是route 它沒有意思的 它的精神在哪裡 就是為了鐵路要爬山 它一定要去增加它的長度 來減緩它的坡度 因為鐵路的爬坡力 鐵路是鋼軌鋼紋的 它的摩擦suppose是比我們開車的 焦紋和摩擦 所以鐵路沒有辦法那麼的抖 因此要做這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把它整理過後 登山鐵路它其實只有兩個特色 就是我剛剛講它要減緩它的坡度的這件事情 叫做盤山斬線 就是你要去那邊盡量繞918百 繞的亂七八糟 那再繞亂七八糟裡面 就會有一些常見的構型 就像proline 是一圈 就是會有Omega形 還有鹿 還有Z彈 這個Omega形也是鐵路你去講的 因為就像剛剛畫的那個圈圈 它其實就是一個Omega形 那你也可能使用到特殊的設備 譬如說馬鞍式的蒸汽舞車 就是右邊上面的這張照片 這個在台灣沒有 這個照片是在華盛頓周拍的 那或者是齒輪式的蒸汽舞車 就是譬如說右下角這張照片 它的氣缸是斜的 然後它在氣缸運動的過程中 它會帶動其他齒輪 來讓火車來轉動 火車的車輪轉動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設備 其中有一個設備最有意思的就是鎖到 Loftway 然後你覺得鎖到不是坐壁嗎 就是它沒有鐵軌啊 它是攬車 但是我們台灣的林業鐵路 曾經非常非常大量的使用這個Loftway的方式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斜坡的impline 就是 這個叫impline cableway 就是斜坡的鎖到 它這下面是有鋼鎖的 然後它還是有一個鐵櫃 但是它是用鋼鎖去把這個火車 你可能一天不覺得它是火車 它通常有這種藍車 你可以跟它拉上來 或者是放下去 這是台灣的花蓮清水發電廠 那或者是像就是台鐵的舊山線鐵路 其實它也是一個盤山斬線很嚴重的鐵路 可是一般大家都沒有想過它是 它其實也是登山鐵路的一個很明顯的鐵路 或者是如果我們從台北搭火車到宜蘭 到剛剛講的草點水耗之間呢 有一個地方叫做母丹 它非常特別是你看這邊有鐵櫃 這邊也有鐵櫃 這邊也有一個鐵櫃 那上面還有一層鐵櫃 它是連續的S型 因為這個地方的坡度也非常不同 所以如果是往北的那個貨物的火車 就是下面這個有一個白白的 它是運水泥的 如果它是重車的時候 它就必須停在這個雙溪火車站 然後等這邊有一個車頭 然後退過來 然後再過來接上去 幫忙把火車推上去 因為太多了 然後呢 我覺得這是最有趣的一個地方 因為大家很多人沒有想過 就是大家想不到去搭登山鐵路 就想到阿易森鐵路 但是其實你只要從台北搭 或者到桃林 就會經過登山鐵路 這個地方叫做櫻哥 櫻哥陶瓷老街非常的有名 它就在 好 剛剛打電話看不出來 但是無論如何 鷹哥火車站在這個右邊看不到 然後這邊也有一些這個自強號 然後它一直往左邊開之後呢 它會經過一個Omega curve 然後繞上去到這邊也有一些紅車 然後鐵路就這樣繞上去 因為桃林跟鷹哥其實是高度差滿多的 必須經過一個爬升 所以鐵路在這個地方可以繞非常的遠 或者是南輝鐵路 其實穿過這麼多重山峻 那當然也是一個3D鐵路 甚至是登山鐵路 因為它也是盡情的爬升的動作 那剛剛跟南輝鐵路一起比擬的是北輝鐵路 就是他們都是必須讓鐵路穿越中央山脈 所以像北輝鐵路非常厲害的風景 就是清水段來 但是我們搭火車大概都看不到清水段來 為什麼呢 因為都在山洞裡面就穿過去了 只有少數幾個地方火車有漏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其實你會發現我那個山洞非常非常的陡峭 然後火車就在海邊去行駛 所以你也可以把北輝鐵路 雖然它的從頭到尾它都沒有爬山 但是它也是一個山地的鐵道 它這麼厲害 它穿過這麼多很長很長的山洞 甚至這個是台灣高鐵 台灣高鐵非常厲害 它穿過了八卦山的山洞 所以它 而且它是斜斜穿過 它最後的那個山洞 是斜斜穿過八卦山的山洞 也非常非常長 所以它當然也是 也可以是一個登山鐵路 所以我們台灣登山鐵路不只是有阿里山 但是阿里山它離開的地方在哪裡 它其實是台灣曾經有關營的三大的離場 就是這三個 阿里山馬其中的太平山 那阿里山它是台灣的第一個森林開發的大案子 那當時他們採用的方法就是學美國 日本總督府 學美國就是全部從頭到尾都用體育來運輸 那學美國的時候其實有很多很美國的東西 譬如說堅硬的岩石 它就直接穿過去變一個山洞 沒有任何的裝飾 這個很漂亮 我很喜歡這個 那這是鐵軌已經拆掉的地方 因為有一些遺跡 這個非常的有趣 這個是綿越線鐵路在整修的時候做的一個施工 這個看起來像木頭 但其實它是水泥做的 這些支撐部它是水泥做的 可是它其實是來自美國的這些林業鐵路 是一個施工的方法 是什麼方法呢 就是原本是這個樣子 但這個看起來很矮對不對 因為它已經垮掉了 所以下面被土石淹沒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的特徵是一樣 就是這邊有一個八角形角度的木條去做支撐 那其實它不是只有洞口油欸 它是連續的 它是排架 所以那如果到裡面 這是不同的一座水道 那道裡面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很有趣 它是用水瓶做的 因為它是一個過渡器 後來台灣人那個錢淹角木 以及水泥淹角木之後 這些茶都沒有用 就直接這樣子就好了 就是像民水道瓦水泥不用錢 就直接最便宜的水泥 我就直接這樣子 所以剛剛看的是比較 然後武老來自美國的營業鐵路的一個購工 這個地方很棒 這是明月線鐵路 現在火車沒有開 這個就是玉山 建築一下它這次 那除了隧道的購工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 這種橋的購工 它其實是一種trust 就是三角形的做一個unit 然後整個對點起來 如今呢 在美國還有很多很多地方都有點過這樣子 不過大多數是變成那個bike trail 就是不讓火車走 你看火車那麼重 然後就用走這個感覺 昨天有個新聞是 加拿大有一座這樣子的橋整個燒掉 不曉得它有沒有 我那個火真是草狀觀的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一個100多年紀錄的格子 那這個是阿里山鐵路最高的一座橋 它已經變成新中文公路的取代 所以那我們在其他地方還可以找到 可以其實它是很美麗的一個木頭的結構 而且它可以非常非常的高 像這座橋 但那個人不是在Wash 因為我們爬山的時候必須走過這個橋 然後它很高 這個真的非常的高 所以有些人選擇用櫃這座橋 然後那個 我放這招音包這個學生很不好意思 所以它在 它其實真的是在握序 那剛剛有提到的阿里山火車撞斃的 這個資質型鐵路機 對 如今還有在使用 但是它其實放眼到全世界的這個所有的鐵路 它並不是什麼特別稀奇的事情 因為我講過很多就是說 天下的鐵路工程師看到這個地形 他都會做這個感覺 所以它並不是特別稀奇的 但是它不論如何它真的很有趣 很有意思 那台灣的阿里山鐵路 除了螺旋狀的鐵路有運用到 然後也有資質型 這個螺旋狀 你去看林務局的一些介紹 甚至一些志工 他們官方辦回都會跟你講的故事是說 這個興建阿里山鐵路的工程師 他們蓋鐵路蓋 蓋到樟腦寮這個地方之後 發現前面而坐獨立山 哇 一座山就是插在那個地方 那火車要怎麼辦 那個鐵軌爬不上去了 結果就在這個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 他們吃便當的時候看到一隻蝸牛爬過去 蝸牛的殼是螺旋形 他就給他一個Kids 要把鐵軌呢 蓋成螺旋形 就給爬上這個地板 這有可能 1910年的時候呢 紐約的第五大道螺旋道都在蓋 會有工人看到蝸牛的客人 來去發祥桌鐵路可以這樣蓋 這很有趣 那台灣的阿里山鐵路 除了韓山展先生 他也用特殊結構的Special Engine 就是這種 這種火車頭叫做Shay S-H-A-Y Shay是一個美國的發明家 那他發明的這種東西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齒齡 那同時呢 他氣氛是垂直的 三個 這個火車頭都是LIMA公司生產 LIMA在Ohio Ohio的那個城市很明顯 所以就是美國貨 非常非常的有趣 其實美國的鐵路迷非常非常喜歡這種正氣火車 所以如果台灣銀務局願意賺美國人的錢的話 而且他也應該賺 他應該要好好的去利用這個東西 很可惜 就是一直沒有好好的做這件事情 那其實日本政府在做完阿里山鐵路之後發現 就是從頭到尾都用鐵路運輸太慢了 所以他就改成了Inclined Capoe 可是他又發現 這在八仙山他實驗這個環化 他發現你要從頭到尾蓋這個Slope 在東城才太規模好大 台灣的山這麼多 所以到了後來在開發太平山的時候呢 他們就用了這種鎖道就是ROPEWAY 這個ROPEWAY為什麼把它當作鐵道理部分 因為事實上它很厲害 它可以把整個火車頭或整個火車車廂都把它上山下山 所以它是一個relay 就是它是接駁的概念 它是鐵道的一部分 所以就利用鐵道還有鎖道的接駁來當作火車爬山的方法 就是在太平山離場就確定了 日本人研究林業工程後來就確定很喜歡使用這個鎖道 而這個實驗的過程其實都是在台灣發生的 然後其實這個講的是 如果說從B到A海拔上升500公尺 那這個鎖空鎖道的ROPEWAY 它其實只要20分鐘就可以從A到B下來 而我們的火車要走25公里 他才會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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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就下來 所以阿里山體股就是一種 在林業工程上它的效率是失敗的 但是 就是它是一個很美麗的錯誤 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拉成這麼有趣的體股 這個有趣就不是Ridiqueless 那其實你可以在阿里山的一些古老 1930年代的服飾會的畫作裡面發現 他們也有運用的加工的書道 其實他一開始爬山的過程完全沒有採用這個方法 剛剛講的那個摩托位其實它非常的大 因為你要想像一根圓木有可能是10噸重 一輛火車頭也有可能是10噸重 所以要能支撐10噸重的物品 它的那個鋼籃 而且又可能長1000公尺 這麼粗的鋼籃才1000公尺 它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它整個它的支架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這個地方看到的是 這裡是一個鎖到的發送點 這邊是一個重點 這邊就是一段鎖到 其實它的高差有600公尺這麼高 這個在花蓮的藍山 它是我們台灣最後的林業亭 然後在1989年7月1號才廢棄 我不知道大家是哪一年出生 但是1989年的時候其實我也已經滿多歲了 就是跟我同年齡的人 如果它有朋友在花蓮長大 其實它就看過這個東西 還實際就是in operational的時候看不到 我就覺得好心理 其實我們台灣的東部也有一些林場 就是這邊可以講一個故事就是說 像這個泰魯閣啊 泰魯閣林場就是我剛剛講的 南山亭道 它是1942年成立公司 1944年才開始出產 第一個木材 所以它只營業一年了 它就被國民黨沒收 它根本就沒有真的開發 所以像整個泰魯閣林場 後來把那個山群網砍光都是國民黨 就是絕對沒有什麼日本能剽竊台灣的山林 這種這麼單純的事情 那其實今天已經進入尾聲了 這個新聞 我最後其實都是一件很雜的招聘 就是我很喜歡這個題目 就是花蓮的三個林場 它都是在木瓜林區管理處所管強的範圍 有三個工作站 南山工作站 哈倫工作站和林天山工作站 林天山工作站或許大家有去玩 我就是林天山林天文化園區 在花蓮的萬龍 但是它在平地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南山和哈倫兩個工作站 它是距離山地鐵到7點19或12公里的地方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深山的理念的地方 那我花了一些時間去練習登山 然後最後找很厲害的朋友 我們一起去 就去了這個地方 前後花了很多很多年 才完成這個夢想 像這個是後面是有東華大學 在... 欸 有沒有嗎? 後面沒有 突然在擋住了 後面是壽風 可是你平常往來可能去花蓮碗 會經過你沒有想到距離旁邊的山上是有這種的 有沒有 abandoned的 你看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那這個是木瓜山的一個鎖道頭 它已經滑掉了 那鎖道頭 就是剛剛講的roadway的這個起點 它通常就是會在一個風景 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因為它去施作這些roadway的時候 它一定要在一個展望最好的地方 才可以做施工 那我們在同一個山區的一個舊火車站裡面 發現一個火車躲在車庫裡 所以這個火車站得乾淨 然後你就可以睡在這個裡面 非常的有意思 當然如果說沒有好好保養的話 火車車就會... 火車車箱就會有點這樣 所以它就爛掉了 隨著實踐的這個潛進 它就漸漸的就是我們講回歸山林 但是這個又不只是漸漸自然回歸山林 因為很多爬山的人到那邊都會去坐一下 那個椅子 所以很快就變這樣子 然後山裡面也有像一個火車站 然後它有這種站牌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這個是19公里出的 它有工作站 還有辦公室 它曾經... 這個工作站很有意思 它是一個林場的行政中心 就有辦公室 然後有人去管理各種業務 像火車的調配啊 還有一些電報什麼的 還有很多人的宿舍 從高階到低階 會有一整個村子 在非常廣山爺林裡面 是蠻有趣的一個地方 它是一個社區 可是我單一次來 我跟朋友們 我們花了9天的時間才來過 就是走了5天 再走4天回去 這一樣是哈魯宮座站 然後遠方的這座站 就是港府的齊萊山 這也是哈魯宮座站 它有一個鐵路的樣子 但是這個樣子非常小 一切會營區 一切會營場 其實剛剛這個也很噁心啊 我忘記它怎麼寫的話 查一下記憶 但那就是那種血汗工廠的意思 然後要勇懷一點 他們非常不尊重你 就因為要照給你 那這些這麼多人 鮮魚的員工在深山裡面 生活當然要有一些信用的中心 所以很有趣 它裡面會有這種廟的設施 而且這個廟還不是隨便蓋的 它非常的漂亮 這是另外一個是藍山的 藍山鐵道的第三套鎖道 我剛剛有講鎖道 它都會在風景非常漂亮的地方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是它晚上的樣子 後面那個黃黃就是花蓮式的 那你如果換一個條路沒有遮蔽 這個是花蓮的火車站 其實爬山 真的很多很多紀念裡面 算是非常難忘的一次 那因為它是一個鎖道頭 所以它會有很多很多火車頭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紀九八九年七月一號 他們要撤離這個山區的時候 沒有把所有的火車都帶下山 所以就很多很多的火車都在山上 這是山上的樣子 你可以看到登山 這種山林業鐵道它去施坐的時候 它是維持一樣的水平的高度 去蓋鐵櫃的 因為登山這件事情就交給藍車就好 它就鐵櫃就不隨便登山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非常一個沒有樹 就是恰恰 它是我講的 就是恰恰 所以這個地方很厲害 它其實長這個樣子 後來隔了很多年我才終於去到這裡 非常漂亮 那其中有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 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它有這種山洞 然後還有這個橋 它只靠一根這個橋 就是撐這個 非常非常的驚鬆 不過還好這一小洞 就是只有一小洞而已 這個是藍山工作站的入口 你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荒煙滿草 可是它社區的入口的會有布告安寶 這是你可以想像當年的樣子 我應該要放以前的照片 我就忘記了 這是藍山工作站的辦公室 它很特別的是 這個門打開有一個屏風 然後屏風的圖案很有趣 非常厲害的藍山工作人員 非常厲害的藍山工作人員 這是它辦公室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還蠻整齊的 就是仿佛每天都還有人在這邊上班 就是 在這個宿舍群裡面 我們有找到一張月曳 它是就留在1989年的7、8月曳 這個最有趣的 蠻有趣的 然後還有 康樂斯的創球台跟有化的影秀 它有一些地方你都覺得 好像都是日常生活 不知道還有人在照顧這樣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其實我們 這個地方我去兩次 前一次這個地方還沒有倒下來 第二次去的話它就垮掉了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是不斷的在消失當中 那我其實我覺得蠻慶幸的 就是有機會可以實際到這樣子的地方 這個是藍山工作人員的廟 這個廟它那個芝麻祖他們會繞進 就是他們會讓個神教或是搭火車 到各個工作區去繞繞去 非常非常的有趣 好 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很超過7分鐘 對啊 所以我希望 因為其實今天說起來 我是覺得這個講起來是蠻雜的 我要怎麼樣 來看翻一個三年的話題 讓它去一個入門的 一個門 去門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做完一次是怎麼樣 等一下八位的法律就會知道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有15分鐘到20分鐘的法律問答 現場就是什麼任何解到的問題都可以問 3的問題也可以問不只現在今天的 師生嗎 解到跟3 所以你剛才有提到說台鐵 那你覺得台鐵有什麼 你可能是台鐵很美 但是如果說台鐵要火化它的經濟很慘的話 那你會提供怎樣 具體的建議嗎 具體的建議嗎 我覺得具體建議我真的很慘愧 因為我們想得出來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範圍的事情 然後我今天講的很多的 有文化資產的部分的東西 它都是零務局的 或者是 對 都是零務局的 那 有鏡頭 就零務局是非常 要關掉 零務局是台灣最好